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纽约标志性建筑之一的 苹果第五大道旗舰店 也是全球最大的苹果专卖店 它仿佛童话中的水晶屋一样 在第五大道的尽头栩栩生辉 美国券商FBR资本市场部的分析师 Dan Evans 近期把苹果的股票纳入了研究范围 并给予跑赢大盘的评级 据悉 Evans把苹果今年的目标股价 定在了185美元 这意味着若真是如此 苹果将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其市值也会突破1万亿美元 这是否预示着科技的巅峰时刻即将到来 具体关注一下苹果公司 今天公布的第二季度的财报结果 苹果公司周一股价全天高位盘整 收盘时回落 盘后业绩公布以后 股价持续走高 大涨了2.47% 保132.65美元 苹果公司第二财季的每股收益为2.33美元 预期值是2.16美元 收益大幅增长了24.4%至580.1亿美元 苹果公司宣布将股票回购额度从900亿美元 扩大至1400亿美元 并将季度股息从每股0.47美元 上调至0.52美元 苹果公司还表示会继续开发Apple Pay等服务 并且将在今年年底将Apple Pay应用于百思买和国际医疗服务链当中 苹果公司交易代码是AAPL 是美国的一家高科技公司 于1976年4月1日创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库比蒂诺 并于1980年12月12日公开招股上市 在2012年创下了6,235亿美元的市值记录 目前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 成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 苹果公司上次发布新产品是在5年以前 5年以后 随着苹果的新一代产品Apple Watch的发售 苹果的目标价格也在不断的上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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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